今天以一个很居家的造型 想要来跟大家介绍一本书 这本书在美国 我记得是2017年的时候出版的 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 一直都还没有被翻译成中文 我个人觉得这本书如果翻译成中文的话 应该会有很多人喜欢 我要介绍的就是这本 The Seven Husbands of Avalanche Hugo 如果你是本身就有在看原文书的人 这本书应该不陌生 在各大媒体各大版面都应该会有看到过 它主要的剧情就是在讲Avalanche Hugo 这个传奇隐形 我自己在读的时候 我在脑海里面是假定它 就像玛丽联盟路一般的存在 书里面写起来的感觉也是这样 故事的开始就是Avalanche已经70多岁了 她身为一个传奇隐形 一生就是成就非凡 但是她从来都不愿意在媒体前面 谈及任何她的私生活 所以她的私生活对于大众来说 一直是一个谜一般的存在 Avalanche一生总共有七个老公 所以这本书的title叫 Seven Husbands of Evelyn Hugo 这个作者让我们一直想要试着找出 Evelyn宣称她人生中唯一的挚爱到底是谁 故事的开头她指定了一家报章杂志 她告诉这间出版社 她决定要在离开人世以前 出版一本她的自传 把所有大家想知道的秘密都公布于世 那她指定Monique 这个默默无闻的小记者 来当她自传的编辑 所以这本书 其实你从头到尾会稍微有一条支线 一直在思考说 到底Monique跟Evelyn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那我接下来想分为两个部分讲这本书 我喜欢她的地方跟不喜欢的地方 那首先喜欢的部分 我觉得这个作者把Evelyn Hugo这个角色 建立的超级好 非常的复杂 可信度非常高 我在读的时候 时不时会想要去Google说 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Evelyn Hugo这个人 是不是真的有这个隐形的存在 只是我不知道 但实际上没有 这个就是一个虚构的人物 所以她写的真的非常好 会让你相信说 这个人真的存在 你在读Monique采访Evelyn的片段的时候 你也会觉得你好像在从Evelyn的身上吸取她的生活智慧的感觉 我觉得这是作者把Evelyn这个人物建构得非常好的一个证明 再来我觉得她有个蛮特别的切入点是以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生的角度看这个世界 Evelyn就是天生立直嘛 她长得非常漂亮 走到哪里大家都会盯着她看的程度 我们常常直觉上会觉得 长得漂亮的女生 什么事情什么机会都是 随手可得 靠着她们的长相 但是这个故事我们也可以看到 很多Evelyn因为她的长相 因为她漂亮 需要承受的批评 以及偏见 我想要分享Evelyn在里面讲的一句话 她说 I'm not suggesting that charming girls should take pity on the pretty ones I'm just saying it's not so great being loved for something you didn't do 某个程度上当你天生长得很漂亮的时候 大家称赞你的东西并不是你自己争取来的 而且是一个会随着时间消逝的东西的时候 她心里面的不安全感以及空虚 是我们很多时候对于长得漂亮的人抱有的偏见 会让我们忘记 她们也必须要面对很多我们想象不到的困难 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蛮特别 然后我很喜欢 再来就是这本书有非常多女权至上的quote 因为Evelyn的个性就是很潇洒很大胆 想要什么就说 想做什么就去做 所以在70年代很多对于女性的刻板印象 会让Evelyn的个性看起来好像很随便 或者是大家反而会对她有很多的偏见 那这里面有很多quote就是你会看了很爽 也就是一个女权至上的感觉 Evelyn很多态度或讲出很多话会让你觉得 我管你怎么想 我就是我那种感觉 其中有一个我非常喜欢 Evelyn说 这个身为女生看了不觉得很爽啊 就感觉很像打男生一巴掌的感觉 再来有一段就是 Evelyn收到一个独立电影导演的邀约 想要让她在70这个保守的年代 要她演一个对于性观念非常开放的女神 这个角色的名字叫Patricia 那Evelyn在讨论她的这段经历的时候 她就说 这本书有很多这种quote 如果你喜欢这种女权至上的感觉的话 我觉得你这本书读起来会觉得蛮开心的 同时我觉得这些quote被作者融入的很好 你不会觉得好像是作者透过Evelyn在讲她的想法 不会这样觉得 你会真的觉得Evelyn这个角色 就是在心里面打从心底这么想的 再来就是如果你有看这本书的话 我非常喜欢Evelyn跟一个叫Harry的角色之间 再来就是如果你有看过这本书的话 我非常喜欢Evelyn跟有一个角色 叫做Harry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他们的关系是整本书里面 最让我觉得知心 最理解对方 最支持对方 最让我感动的一段关系 但是我不能多讲 不然就会爆雷 我只是想讲说 这一段关系是整本书里面我最喜欢 甚至超越所谓 他挚爱的那段关系 再来一个我觉得蛮喜欢的部分 就是他整本书读起来很像 你在看什么娱乐版新闻的感觉 他一直融入了一些报章杂志 或者是整个故事的叙述方法 会让你觉得你在看一个娱乐版头条 所以如果你是喜欢追星 喜欢娱乐新闻的人 我觉得这本书非常适合你 好 接下来我要来讲一些 我不太喜欢的部分 第一个就是我前面讲的 他所谓的是他此生挚爱的那段关系 我蛮无感的 我觉得他们两个的关系 非常的幼稚 不成熟 我也感觉不到他们两个之间的那个化学反应 比较像是作者跟我说他们是挚爱 那我也只能相信这种感觉 但这只是我个人的感觉 我有看到蛮多人其实是很喜欢 所谓的挚爱这段关系 那如果你没看过就让你自己去发觉 再来就是他有七任老公嘛 我看到后面我会觉得 Evelyn你这么聪明 你应该可以有很多方法面对各式各样的困难 但到后面会让我觉得难道你所有解决问题的方法都是步入婚姻吗 稍微后半段让我觉得重复性有点高 所以这是其中一个我稍微觉得不太必要的部分 再来就是这个小记者Monique 她的部分 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跟Evelyn多才多姿的生活相比之下 我觉得每一次切换到Monique的生活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无聊 不管是故事上 不管是Monique的个性上 我觉得都一直无法让我提起兴趣的去读她的故事 所以她的故事线是我觉得这本书我读起来觉得稍微不是那么有趣的部分 再来就是Evelyn跟Monique之间的关系 到中后段的时候会揭露出他们两个之间真正的关联到底是什么 我不太喜欢这个关联 并不是说写的不好或是不合理 通常我看书的时候不喜欢太戏剧化的情节 但是Evelyn是一个这么戏剧化的角色 人生经历这么多各式各样生活经验的角色 我在读的时候我反而觉得Monique跟Evelyn之间的关系不够戏剧化 我反而觉得应该要更戏剧化 所以这个是让我稍微有点失望的地方 再来就是我不喜欢作者给Evelyn的结局 我可以理解她为什么会这么写 我也觉得好像只有这么写才合得上Evelyn整体的个性 但是同时我觉得这个结局是一个对于作者来说 我觉得很懒惰的结局 我觉得不够去琢磨的结局 所以这也是我稍微不是那么喜欢的地方 最后就是他最最最最最后的结局 我觉得收得不够漂亮 我喜欢这个作者对于爱的解释 他去注解说这个世界上的爱有很多种 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只有爱情 有各式各样的爱同时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我喜欢他这个解释 但是我个人觉得他收得太频繁 不够戏剧化 不够有一个重极的感觉 所以让我稍微有点失望 这本书我最后给四颗星 但是说实在的以整体的剧情来讲的话 我可能只会给到3.5 我给到四颗星的原因就是因为他里面有很多quote 让我觉得看得很爽 就只是这样 那这个作者Taylor Jenkins Reid 我觉得这样讲好像很奇怪 因为毕竟我给了他的这本书四颗星 是一个蛮高的评分 但我觉得我可能不太有兴趣再去找他其他的书来看 我觉得他的写作方法蛮商业化的 但这对我来说不是负品 商业化并不是不好 但就是我觉得他的写作方法很大众文学 所以优点就是我会推荐给各式各样的人 我觉得各式各样的人都有可能会喜欢这本书 但是对于我来说这个这样子的缺点就是 我觉得他探讨很多观念稍微有一点浅 所以就算我不再去找他其他书来看 我自己也觉得我好像不会错过什么 他后续还有出好几本书也都非常红 但是我目前是没有打算找来看 如果有人有看过他其他本书想要推荐我的话 我还蛮好奇的欢迎你推荐我 好那这就是我对于这本书 The Seven Husbands of Evelyn Hugo的小小书品 如果你有看过欢迎在下面跟我讲你喜欢或不喜欢 或者你没有看过想要去找来看的话 我会强烈推荐这本书给你 因为我真的觉得他非常适合各式各样类型的读者 那就下次见 拜 拜